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 然而在一万米高的商业大厦里 却并不平静 男人站在落地窗前 俯视着楼下的一切 淡淡地喝了一口红酒 转身看了看 坐在床上的小兔子 呃不对 小兔子 男人隐隐约约地露出了自己的腹肌 慢慢地走来 慢慢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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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过来 我靠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500平方米的床啊 还有42块腹肌是什么鬼 起码就要绿 哟大家好 我是盛世章 不知道细心的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画面中的小可爱衣服也换了 我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呢 画面中的人物形象也会随之换掉 这样应该比较容易区分一些 我是红头发的形象 罗总是蓝头发的形象 不要记错了 所以说头像是罗总不是我 哎 好卑微 关于上面的霸道总裁形象 42块腹肌还有500平方米的大床 大家不要再提了 我真的挥之不过去了 回归正文 大家印象中总裁是不是特别威猛 比方说总裁为了保护女主和男二宣战 你们快住手 不要再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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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你们不先让人看 什么事 这么多说 你不愿意吗 我怎么给你 他们就不愿意吗 你不愿意吗 我愿意吗 喝 我们 不过现实中罗总完全不一样 有一次公司体检抽了一大罐血 睡觉的时候我看他胳膊破了 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好家伙立马就委屈地哭了 哦 你是怎么弄的 啊 哦 我忘了跟你说了 怎么了 这是公司体检来着 抽血 疼不疼 抽了一罐子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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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还觉得霸道总裁很冰冷吗 嗯 总裁是不是各方面都很厉害 比方说 打游戏 前几天我和罗总玩游戏的时候 段位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你以为是室友属性加成 怎么可能 话要从一个晴空万里的白天说起 这天大博斯刚刚吃完午饭 正是员工午休的时间 大博斯突然发现 有一位员工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闭目养神 而是拿出了手机 走过去看看 谁知道小员工赶忙收起了手机 大博斯问道 怎么了 也不休息一会儿 小员工回答道 我再也不敢了 我没有玩游戏 欢迎来到王者荣耀 完了 老子第一天上班就被老板带来打游戏了 正在小员工紧张得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只见大博斯缓缓地说道 没事 我也玩游戏 你段位怎么样 诶 什么情况 我 我还可以吧 王者三十多星 大博斯又说道 有时间带我一起玩 呃 行 没问题 小员工内心可能在想 我靠和老板打游戏 但老板躺的话 岂不是升值加息的机会来了 但他不知道大博斯内心想的是 这下终于给老婆找了一个上段位的人了 霸道总裁的耐力值如何 嗯 这是一个名一样的问题 怎么了 你要洗澡吗 今天天气比较冷 下雨了 要洗赶紧些 你还有事吗 哎呀 不许弹我啊 走了 回来啦 嗯 亲一下 哎 走开 这身上那么脏